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2022年4月开始 再次来到尼泊兰皮尼 深入乡区 展开祭瓶助水的工作 更启动慈善专案服务 安稳家园美善社区 简称安美计划 为穷库的居民修缮房子 盖建逆屋组合屋 让佛陀故乡的居民 有个安心安身的家 这个是我们 我们之前做的几节屋子 也有同样的感觉 从他们很自卑 到我们建了屋子给他们 他们整个心情很开朗 看到希望这样 这个是我们在建建屋的过程中 我想每一位自拱最高兴的 看到最高兴的画面 无论是修缮还是重建 张柏林带领当地志工 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建工程 曾经的他对于简移屋的建造 却是一无所知 以前我是修车 后来又做面 所以我根本对于建筑是非常陌生 所以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从吉兰丹做到尼泊尔 那时候是2015年的大地震 我们帮他们盖了不少的简移客室 过后我们又再把这一个方法 带到缅甸去 比如说现在 乌山丁师兄的家的共修处 还有一些寺庙学校 我们也有帮他们盖 所以整个过程中 我们大家都一直一起来建 1967年 此季的第一栋大爱屋 是正眼上人 亲自为独居 掩盲的李阿炮老先生 动土新建 后来此季的大爱屋 因不同时节 不同形式 遍布全球 这一切都源于正眼上人 看到了存名的需求 并经过周延的考虑 而新建的 1993年 尼泊尔发生大水灾 超过一千人丧命 四十多万人流离失所 此季志工在救灾之余 新建了一千八百户大爱屋 安置了约一万名受灾灾民 2015年 尼泊尔大地震 此季志工迅速展开援助 提供临时帐篷安置灾民 并深入勘察各地校舍 圆建了158间简易教室 让孩子们有个舒适的学习环境 此季志工支援佛陀故乡的脚步 至今也从未停泄 制造简易屋的生产线 可分成几个阶段 从测量 标记 裁切 汉阳阶 到索罗斯组装完毕 为了缩短简易屋的制作过程 刺激志工简化简易屋的设计 并加速建材的生产 终于摸索出一套标准流程 确保简易屋老顾的同时 也能让非专业的志工投入参与 如今在尼泊兰皮尼 四季简易屋 以住房 教室等版型 为有需要的百姓 遮风避雨 去年我们也是雨季的时候 去见的这个Coudabaga CLCU而言 我开始的时候 也是用像以前的方式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刚好是雨季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工作 因为一下雨 必须要停下来 再来第二个问题 原来那边常常停电 停电我们又不能工作 让我有一种想法说 我们应该要像 以前在格兰丹 见简易屋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生产的地方 可能就是有愿就有利吧 过后不久 因为我们有两个 话柜从加德满都要送过来 然后我们又请 我们会所后面的一块空地 跟这个地主借来用 那个空间就很自然的 就变成我们的组合屋 的这个生产的地方 比起过往采用百分之百 全螺丝组装的简易屋 尼泊尔营建团队 改良了简易屋的搭建方式 先以切割烧焊的方式 搭建框架 再将建材送到施工现场 进行组装 这种方式不仅能缩短施工时间 还能根据住户需求 调整房子的面积 从去年开始 我第一次到林比尼 就有当地的这一位 我们的一位马诺师兄 带我们去看这些一些个案 你看他们住在这样的一个 就是四根柱子跟一个星板 然后用装饰围起来罢了 我就脑海里就想到这一个家庭 他们到底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如何度过 我们这样的一个组装物质 就是很快的 当有一间物质需要开始 要做的时候提包 我们就是把这些原料 搬去那边就可以组装了 虽然是组合 但是应该可以保暖又可以避风和雨 尼泊天气多变 建立屋拆砖方便且牢固 是村民安居所的最佳选择 刺激志工看见需求 落实海美专案刻薄容缓 这一次呢 在伦比尼 我非常感恩 有机会和我们的牧师兄 有缘在一起 去为这些村民来盖他们的物质 所以坦白说 在人跟人沟通方面 我就有很大的 应该算是障碍 我就没有那么的原容 他常常跟我说 我做生意的时候 如果走这样前面 遇到东西阻碍我就转弯 所以再遇到阻碍 我又马上又转弯 所以他说 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事情 就是在转 一直在转就对了 吴依荣原本是以教育团队 志工的身份 来到尼泊尔付出 不料当时他抵达尼泊尔的时期 正值兰皮尼学校假期 隐远忌讳下加入了安美专案团队 以念心兼职至今 开始我是去修建一些小村 一间一间那些破烂的屋子 就把它成建 可是最近呢 这一个月呢 我们接到一个比较大的计划 我们要把这个 设议里的这一户把它翻建 那么也是希望把这个村呢 提升到比较卫生 比较有文化的一个村 以及比较有规模的村 一个模范村在南比尼斯 随着一间又一间的组合屋陆续完成 尼泊营建团队也不断地扩大 在此季志工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安美团队 无论有无技能 背景 只要愿意学习 人人都能贡献一份心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些人都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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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泊尔安美专案的推动 为兰皮尼居民 带来更完善的生活 刺激志工也会一路相伴 让这一份长情大爱不断延续 像人寿我们不是给他一间屋子而已 我们要给他一个家 我们要有一些他生活里面 所拥有的东西 过后我们就要慢慢地教他 基本上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基本上有机会去佛国 参与啊 我想对每一个知己人来说 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们怎么累也不敢说 跟当地的感恩户 或者是当地的志工的互动中 大家彼此都有那份的 一起合合互学的那种感觉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离开 我们不在 我们不在鲁皮尼 当地的师兄 师姐 也可以 继续地 把它做下去 这个是我很期待 很希望可以做到的 尼泊尔安美专案 作为此季 在尼泊尔的重要会晤之一 让此季志工 有机会深入当地社区 除了提供村民改善家园的援助 同时带动社区村民 青帮青 领帮领的互助精神 立马 精神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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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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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大 大 谢谢大家